这个道具恰到好处 不会是为了道具去装饰 看的过程中我觉得很揪心 然后也很感动 雨昕 哇 我太喜欢了 就是这一次每一组都可以感觉到特别想赢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欧阳完全的不一样了 我特别喜欢 因为刚开始是有闭着眼跳舞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平衡是很难的 包括其实这个几何画面的这个情绪是很难调整的 因为必须要把这个气息压到最沉 然后最稳 才能把这些手的这些角度 点对点地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可能气一过 情绪一过 动作也会没有那么完整那么好看 所以我觉得整体我是很喜欢的 我们这组叫team x 为什么叫team x啊 是最开始有四组队长 然后每一组选八人 然后我们是剩下的八个人 啊就是我们是没有没有被选 啊 有时候没有被选也是好的 对 因为大家会更期待 对 你们会不会因为最后大家没有选 会不会比较丧 其实一开始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哎 怎么没人选 但是后来其实看到大家实力都很强 然后能就我们把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队做好就行了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这种比较像的经历 经历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只要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吧 然后不要去想那么多 所以那个结果还是会是好的 嗯 我想知道这个镜子的设计是谁想的 因为我跟结阳都是跳popping的 所以就想是不是可以有个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人 然后怎么样来表现一个人呢 当时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然后后来想到平行世界影子镜子 我们就以镜子这个点来突出我们平行宇宙的你的这个点 所以想到了这个镜子 这个道具恰到好处 不会是为了道具去装饰 看的过程中我觉得很揪心 然后也很很感动 其实你们给我的感受跟之前看的popping作品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popping作品的呈现方式可以越来越丰富 我挺开心的 对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托举的动作 这个作品来说应该是磨合和配合是比较难的 因为小军军她是跳jazz和编舞 经常会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但banner machine可能一些撞击的动作 可能一些卡顿的动作会比较多 在一些托举的地方没有站稳 或者是没有做得那么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之间比较难的地方 谢谢队长 这样这个排兵步骤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赛制对于每一个组的队长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吧 因为队长首先要了解 每一个队员的舞蹈能力在战斗的时候才能对应 才能相对地去应战 那现在请五个团队五位队长来到中间 谢谢 第一位成为我们守类方的是 好 是我们的卡顿战队 卡顿战队 她跳hiphop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细节的 而且听音乐听得特别仔细 会有很多几个画面和 hiphop的一些律动或者状态的融合 我觉得这个很Deacon 好 他四分 好 那们接下来卡顿战队 因为他们比较难 其实因为音乐都比一 所以他们要跳很多不同的音乐 好 那们接下来卡顿战队 好 三 二 一 7比2 我们最后组再积一分 好 几个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战斗里 还有popping的元素 包括她跳了hiphop 而且她跳了不同五种的音乐风格 这一点我觉得她整个是玩到音乐里面去了 因为Cueca 她一直战斗的风格都是比较chill的 但她碰到的是小哈利 但小哈利这一轮她的爆发力比较强 她的攻击性也比较强 所以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吃亏 首先先恭喜马东杰组 在这一轮抢得7分 马东杰这一组 其实是最后没有被选择的人 组在了一起 但是她的战斗是 好几轮都完全稳住了 而且是没有了 自己会拼换的 即使我拼了 你再发问 那么这种 然后点了 就是 这一点点 这一刻 都不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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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